尤其是 很開心 我沒想過我會入到納粹 很神奇 我覺得這個樂團很溫暖 音樂、息事風 差不多很多 十周年其實是一件很難的事給我們 一個經驗磨練大家之間的感情 還在一對樂隊 一家人的關係 對,一班最親密的朋友 剛才我們小時候學音樂的時候 老師經常會跟我們說 表演音樂應該是啞俗動唱 成立立即時也要保持這個宗旨和理念 很慶幸我們過去這十年來 一直都可以承繼到這個傳統 十周年的音樂會 表現給大家看到 我們這十年來所成長的一個好機會 樂團經歷了這十年 其實不是長話短不短 但確實是我們辛苦地走出來的 這十年的條路 整天這個樂團就有一點是 我們自己覺得 我們應該做一些比較特別的事情 那時候開始我們就慢慢觸摸我們的路向 到現在一步一步十年了 我們很慶幸可以請到一些大師 來跟我們合作 算是結束了小時候的一個夢想 困難就是學會怎樣去控制音準 等到很多技巧上的問題要練習 體力上我要自己去再提升多些 才會有足夠的能力去應付這次的音樂會 因為我們的成員有專業的音樂人 也都有業餘的樂手 我們要有共同的時間去合作 其實很難走出來的 這麼大的樂團這麼多的部分 要把它放在一起 其實一點都不用了 要每一個人都將自己的部分練習得很熟悉 解決所有的困難 那大家在一起的時候才可以做到一件很好的事 表演的時候當然是有血 有汗 有淚水 大家一起經歷在一件很值得珍惜的事 我相信大家在這個方式裡面會變得更加成熟 我加入LASSX都不是太久了 但是這個地方給我感覺就不合其他學校 大家都很親切 令我很快融入了這個大家庭 需要花很多時間 無數這麼多的排列 才可以在舞台上呈現我們最好的一面給觀眾 除了音樂以外 大家都可以欣賞到每一個團員的特點 每一個人背後的故事 當你真正去感受到 什麼是真正的音樂 怎樣用心去表達你對音樂的熱誠 你的愛 其實人生之中是很值得慶學的事 LASSX十周年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里程碑 總括了我們過去十年所得到的一些成果 一直支持我們的觀眾 或者對我們未認識太深的觀眾來說 很好的一個認識適時封音樂的一個機會 希望有更多的十年在未來 2015年9月1日 香港大學堂音樂廳 LASSX十周年音樂門的定理 萬物錯過一個難能可貴的一個音樂門 雖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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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